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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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启示录的第三部分是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 讲到约翰被圣灵感动被提到天上 神把末日必要快成的事启示给他 所以启示录的第三部分也被称为末日的意象 这是启示录最主要的内容 包括约翰被提到天上看到天上的景象 他看到神安坐在天上的宝座上 天使天君和二十四长老围绕敬拜他 接着他看到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 耶稣基督展开七印七号七晚的审判 来审判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 然后他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 撒旦跟他的跟随者 还有被撒旦统治的这个罪恶的世界 因为审判而灭亡 最后他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降临 把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 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要在新天新地里与神永远在一起 所以亲爱的弟兄弟们 如果你读懂了启示录 你就会知道 启示录对撒旦和他的跟随者 的确是一卷非常可怕的书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 启示录却是一本福音书一个好消息 因为启示录里面的这些审判 是针对撒旦和他的跟随者的 不是针对基督徒的 有人说如果没有启示录 整本圣经就好像一个烂尾柔 因为到如今 撒旦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横行 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罪恶混乱 甚至对基督徒的逼迫 上帝的救恩计划 好像看不到一个最终的结果 但是正是透过启示录 神告诉我们 虽然今天的世界堕落败坏 问题百出 但是他仍在掌权 他一直在宽容等候人的悔改 有一天时候到了 基督要再来审判撒旦和这个败坏的世界 并且更新他的创造 所以启示录为整本圣经 也为神的创造和救赎 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个 Happy Ending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圣经不仅是一本历史书 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人类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 圣经更是一本预言书 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和人类的最终的结局要往哪里去 圣经中95%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 而剩余的5%的预言主要都在启示录里 所以让我们在未来的一个半月里面 好好的QT启示录吧 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进入明白启示录中 一切的意向和启示 真知道神对世界和人类的终极计划 并且预备好我们自己 可以喜乐的迎接那天的到来 就如《启示录》一章三节所说的 凡念着书上的预言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愿神祝福大家